大家好,歡迎來到2K的視頻 今天又是這麼多色男人最喜歡的轉盤環節 所以你們懂得做 今天的主題是新芝 其實之前2K20還是2K21我們已經試過了 即是用這個新芝做主題 但這次我們要回到10年前 說回10年前的新芝和現在真的不能比 其實20M以上的球員只有一位 那位球員是24M 我相信大家可以猜到那位球員是誰 沒錯,就是我們偉大的胡人名宿高比 他是2480萬 其他球員全部都是2000萬以下 其實這個轉盤的話 我們抽到巨星的確率應該會比較高 你想一下,24M就單獨成為一個結果 其他的話其實還有很多的結果 是有很多的球員 譬如你說100萬以下的話就大想把球員 我看看100萬以下有沒有心水 100萬以下的話就這樣看 看來之後真的沒有哪位想抽到 阿蠶馬是OK的 事不宜遲 馬上來抽第一位的球員 來啦 24M啦 我覺得 這期應該會有些巨星 OK 15M都OK 這次的話我就不用4寫5入 直接就15M 即是15開頭那些都算是15M 就只有2個 是史上職高域和船長布蘭特 18、19 其實這兩位在2K11的總評好像不是太高 所以的話是18的 18的話就是船長布蘭特 我真的不太記得他在2K11的總評是多少 待會就知道了 好,那就繼續了 第二位球員 我還是比較有信心 唉 唉 我接受這個結果 給個茶馬士給我 少於100萬的 即是364 364到459 唉 真是364到459 給個茶馬士給我 我知道沒什麼可能 403 403 為什麼這裡有個並列 嘩,這裡有幾位是並列的 但不要理會這麼多 403 是這個Damien Wilkins 真的不認識他 真的不認識他 我看到真的有點並列 但是我們應該不會這麼客氣抽到這些人 我不信 好,繼續 講道理 抽了個這麼差的球員之後 唉 19M 其實19M好像只有一個 沒有記錯的話 是兩千萬先生 沒錯 就是兩千萬先生 劉逆斯 都OK的 好了,繼續 第四位球員 現在我們就要剔除 19M這個結果 劉逆斯就已經選走了 好,再來 第四位的球員 嗯 嘩,11M 11M 當時都不少 看看 從這個Trey Morby開始 41 41 至53 有蒙道 艾里士 OK,沒問題 41 至53 好 最後的話 是47 47 Oca 4 Oca 4 好像當時都不頑 都OK 第五個球員 By the way 我知道 我們有很多好奇寶寶 肯定會有人好奇說 阿傑青 後面這個灰色號碼是什麼呢 這個的話 是經過了通貨膨脹 計算現在的貨幣之後 得出現在的數值 即是那個價值 比如說 當時2480萬 現在計算的話 其實應該是值2900萬 計算貨幣通貨膨脹之後的結果 這些就不用理他了 好,第五個球員 第五個球員 13M 13M的話 應該都不會少了 看看 從皮亞士 從皮亞士開始 OK 27 27 到36 巴朗大維斯 唉,沒問題 皮亞士也好 巴朗大維斯也好 巴朗大維斯 2K11多少評價 我都不記得 31 Tony Parker Come on 嘩 碰個 嘩 接著就是第六位的球員 其實投資的話 應該是到37 因為他是並列了 巴朗大維斯應該推後 但不要管了 規則是我定的 我已經抽了東尼巴加 你吹嗎 好,繼續 沒問題的 第六位球員 10M 10M 更多 10M 從這個格蘭加開始 它是55 是沒有錯的 55 55至到RAID一輪 55至65 來吧 55至65 那我不介意 給我一個RAID一輪 我不介意 58 55 56 57 58 Jameel Crover J Crossover 都可以的 好,繼續第七個球員 剛才轉本的時候 我應該是切了畫面 出去一陣子 所以就卡了大約一秒左右 解釋給大家聽 不是說我作弊 嘩 阿傑青 你作弊嗎 你作弊 抽完這些數字 你 2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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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想法 2M 220 夏威斯 嘩 Stefan Curry Hurry 應該抽不到 220 開始 220 到264 不可能是居里 不可能是居里 如果抽到居里的話 我真的作弊 234 唉 234 234 233 234 是這個大衛安達神 唉 我們好像還沒抽過居里 我真的想抽一次居里 好,繼續 第八個球員 已經過了一半 欸 13M 剛才是不是抽過13M 好像也是抽過13M 剛才 皮亞士 到這個 Reylon 不是 到阿巴昂達維斯 是沒有錯的 27至37 這次記得了 27 嗯 到37 皮亞士都OK的 34 34 37 36 35 哎呀 哥連神 13M 有這麼多結果 我都可以踩到哥連神 不是說哥連神不好 OKC的名宿 很中心的球員 好了 第九個球員 唉呀 9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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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又不用唉呀 以前的話 9M還是有不少的球員 其實質量應該都不差 66的奧古開始 到70 應該是73 沒錯 66至73 66 到73 66 到73 結果是67 這個號碼 真有趣 瑪格迪 是67 瑪格迪 當時的評分是不頑的 我記得是不頑的 好了 第十位球員 唉呀 5M 都是那句 又不用唉呀 5M的話 都有不少的球員 質量都可以的 布拉治 119 119 哇 至到這個 142 119 至142 至到142 最後一位是高華 128 128的話 Francisco Garcia 這個人是不是在打沙城帝王 我沒有記錯 當時是在打帝王 但是他的評分就不是太高 他是128 129 是Tinsley 好了 第十一個球員 唉呀 喂 不行喔 最近這幾個真的不行喔 4M 4M 就從這個奇里莎開始 他是在打單佛金快 我應該沒有記錯 143 143 哇 至到178 來吧 來吧 應該就抽不到什麼好的球員 最後的結果是144 144的話 144的話 哇 Hold on 唉 但是2K11的比試利還可以嗎 應該也不會太差 雪糕佬比試利 好啦 第12個球員 我認為這個時候 要上10M以上 這樣才正路的嘛 15M 好 15M的話 看看 唉 剛剛已經抽過一次了 不用了 剛剛是抽了這個 船長布蘭特 接著就是史奧姬哥育 這個時候的史奧姬哥育 這個時候的史奧姬哥育 評分就應該不算太高 但是我還是收貨的 好啦 第13個球員 一般我們就抽了14個 但是的話 看看最後兩個球員的質量是怎樣 9M 9M的話 9M的話 剛才也是抽過 9M 從66的奧古 到73的牽力子 質量也不會太高 好了 最後的話 是70M 70M的話 就是這個卡達郎 沒錯 卡達郎 不過卡達郎 好像也不是太低 好啦 第14個 要看一下這個球員的質量是怎樣 COME ON MAN 沒有作弊的 沒有作弊的 你們一直看下來的 對不對 24M COME ON MAN 最後一位 最重要的球員 Coby Brian 搞定 所以的話 我就把剛才選出來的 14位球員 放到洛杉基湖人的陣中 老實實 是有點失望 為什麼失望呢 有些球員 和我預想中的總評 是差距很大 例如東尼帕加 我打算他怎麼都有80加 他沒有 只有78 奧卡波 又沒有80加 劉易斯 只有76 比士尼 只有74 船長布蘭特 只有73 當然這個時候 已經是老將布蘭特 卡達郎 只有72 史道職哥域 只有61 和我預想中 確實有點差距 當然 而K11 整體的評分 都是偏低 你看到 劉易斯基只有83 杜偉俠 也只有88 其實我們這段球 還是有增冠實力的 當然 如果是橫向對比 馬蜜葉波三巨頭的話 好像是敏水了一點 但他們的替補 肯定是不如我們這麼厲害 所以還是有機會 希望這個賽季 可以成功奪冠 最後的話 賽季結束 勞邦詹是MVP 最佳新手是Evan Turner 最佳道路人是西順斯 DPUY是杜偉俠 最佳進步球員是Terence Williams 史波爾斯是最佳教練 他們的戰績是57勝 其實我們都不是太頑皮 最佳陣容的話 就沒有我們的球員 但我們最後的話 是分區第一夾位 第一回合就要對著OKC 這個時候的OKC的話 應該 在發育中 還在發育中 這個陣容的話 就不是太恐怖 看看我們這個賽季的數據 高比的話 還有23分的長均得分 4.9個版 5個助攻 表高的話 還上升了一點 當然3分的話 有些下降 東尼帕加 雖然東尼帕加總評不高 但也有16.7分 6.3個助攻 其實我們這些球員 雖然總評不算太恐怖 之前不夠 熱火三渠頭不厲害 但用起來還是OK的 OKC10.1個版 接著1.5個block shot 馬格迪也有16.7分 都OK的 其實也有些分點 好了馬上來了 OKC這個時候應該沒事的 沒事的 我們就肯定會看一場比賽 OKC10.2K的模擬是這樣的 我承認我們這個陣容 是差了一點 但是進攻、防守 加上總評的話 都是高於OKC這邊 就看看這場比賽 好了 來到現場 我們將鏡頭對準高比 我相信主要的進攻 還是交給他 首先抓到Westbook的犯規 下一次防守打荷包之後 又給了高比 快攻 擔住下燈 抓到N1 連續兩下的N1 指馬里的時間 依然是交給高比 他就客氣了 這邊專身直接跳投 然後的話 都還給他一個球 背身單打 舒夫露莎 Double Team來了 再孟利都未遲 第一節的話 高比的手感真的不錯 OKC這邊就是靠KD得分 暫時OKC拿的9分 全部都是KD的得分 第一次的Lashop 變成了Westbrook 比試力的保防很及時 護印暫時領先6分 第二節剛剛開球 這段時間 高比還在場下休息 就上了剃寶 但我們的剃寶陣容 其實是不弱的 劉翼斯這邊 說很自信 直至某一個Long Tour 是有的 接著奧卡科 背身單打 艾德烈茲都有 分差了12分 接著高比就出場了 一出來的話 又抓到下燈的犯規 又是N1 今天高比已經抓了3個N1 其實第二節剩下的時間 KD是下了去休息 包括Westbrook 都在場下 但這段時間 OKC又不是輸分很厲害 反而追了一點點分差 馬格蒂這邊的中距離命中 好了 第二節的Light Shot 交給高比 一抽二的情況下 飄移的Jumpsuit 哈哈 認真瀟灑 真的好鬼瀟灑的動作 OKC這邊 沒有時間了 下燈的博大帽 3分是不入的 半場 胡仁領先10分 都看到了 半場的主題是KD對著高比 是沒錯的 你想一下 OKC一共拿21分 KD就拿了9分 胡仁這邊 拿了31分 高比就拿了14分 差不多都是球隊的一半得分 接著第三節的比賽就開始了 這一節就不同 上半場 高比的得分慾望 就沒有那麼強烈 見到他進攻的鏡頭都少了 不過 隊友的表現又不是太差 馬格蒂單打KD都有 眼看這個分差就縮小到5分 高比這邊要進攻 Double Team的情況下出手都有 回過頭來OKC這邊 給了KD 3分是命中 接著高比就被Double Team 分給YOpen的劉逆斯 Anser 都有3分 接著第三節的Light Shot 還有KD 看樣子好像爆了 突然之間有個急停跳投 打板都有 這一節的話 高比的得分就不算多 但是KD的進攻欲望就很強 分差縮小到5分 接著第四節的比賽就開始了 現在出來見到劉逆斯 又是這些球 他出手真的毫不講理 其實劉逆斯的出手之勢 即是說回真人的話 就不是太帥 不過如果你比較Longzo 或者奇魂馬田的話 劉逆斯又不算帥 這邊KD的 那些傢俊 接著你的時間打得有點亂 卡達朗的比波馬卑斯 是打荷包的 然後給了美魯 上籃是有的 來到第四節 暫時的話 高比還沒有進攻的鏡頭 這邊給了馬格迪 轉身的jumpsuit是有的 正如我剛才說的 我們這群隊員的總平衡不算太高 但是你說他們是不是太弱 又不是的 好 KD這邊給了市長美魯 接著KD的話 就跑到內線了 其實馬卑斯都沒有擋 你看看慢鏡 都沒有擋 但是就走空了 好 接著就說 看到高比這邊 有一次ISO的機會 最後是想革靠艾德烈志 抓到包 那就兩罰一中 回過頭 OK斯這邊的進攻 嘩 市長美魯這個球 真的射上九樓 真的阿王的底褲 都被你HIGH了下來 回頭來 鳥東尼泊加穿著1號球衣 我經常都以為他是佐敦法馬 髮型又很像 高比這邊 飄移的jumpsuit 這些就是正版和盜版 剛剛你Eric Maino 真的飛到位 搞得這麼難 怎麼 也都留意到 這段時間 反而KD是在替補席的 謝夫格連 只有下燈 Westbrook也在場下 這邊美魯的話 就做一次正確的選擇 放個阿里奧給謝夫格連 接下來看我們這次進攻 其實高比就拿位 但比士尼就無視高比 最後一個jumpsuit是有的 這些球基本上就是 不要射啊不要射啊不要射啊 好球好球好球 基本上就是這種 好看回OK斯這邊 謝夫格連的出手 直接出界 出界的話 是布魯士教練 是他 雖然說 劍模差了一點點 出來吧 KD和Westbrook 沒錯 最後兩分半鐘 不到的時間 高餅 給了這個 豪華版的佐敦法馬 給高餅 對著下燈 看樣子就是ISO單打 但是燈哥這邊的防守衛 認真不錯 最後高餅給了 東尼柏家 對著Westbrook 看樣子要選擇 不是的 假射真傳 嘩 東尼柏家這個球真的很帥 那些處理是很瀟灑的 也是很理智的 果然是升級版的佐敦法馬 好 Westbrook 又Westbrook這個比波爾圖太明顯了 東尼柏家給了比士尼 Show time 臭鬼 OK斯這邊叫了Timeout 要不然我們看看慢鏡 好了 接著Timeout 還是給KD 對了 Double Team的情況下 直接不肯 跟高比差不多 一個人mark的時候 他不射 Double Team的時候才射 但你不要管他們兩個都能進到那些球 高比這邊的話 少少fade away Long 2是不進的 9分的分差 好了 繼續給KD 沒錯 對著比士尼 Double Team來了 給了下登 3分的機會 5入 但是捱得列治寶俊 好 7分的分差 可以減一下時間 沒錯 即是進不進都其次 先減一下波爾圖 比士尼 好 依然是高比的戰術 沒錯 背身單打下登 轉身的跳塔 哎 浪出來 不過不要緊 最重要是浪費了時間就可以了 OK斯這邊的話 就倒閉了 KD 3分是有空位的機會 爛得有空位的機會 不進就沒有了 沒有了 即是倒閉了 看完這個波 升級版的佐敦法馬 對著艾德烈治 給了高比的 抓到艾德烈治的犯規 那就殺死比賽了 看伏球會不會有這個MVP的叫聲 聽不到 看過2K11是沒有的 最後還給60比51 主場的話 追回一場 總比分變成2比3 最後再看看這場波的數據 其實基本上就是KD 對標高比 雖然說 Westbook下登還有陣衝 但是一個是10中3 一個是5中1 效率都是超級低 KD的話 就20中11 他有24分 高比就21分 五成的命中率 當然阿比士尼都幾爭氣 其實我給他打一個守法的位置 5中4有11分 是不錯的 劉易斯其實是一個替補的角色 但是他也不錯 他有8分 其實我們這邊的話 效率還是挺高的 東尼帕加 4中1 就差了少少 那之後 再次回到剩下的比賽 還想進級 還想拿總冠軍的話 就很難 沒有SIM CASE 但是有HOOP CASE 我們可以無意到單字結束 沒錯 第一字結束 領先5分 第二字結束 落後2分 第三字結束 落後1分 恭喜OKC 成功進級 對不起 最後是胡人 103-94 這場球 東尼帕加15分 高比是30分 還有10個助攻 17中9 是認真不錯的 3-3 繼續 唉 很難的 好 GAME7 第一字結束的時候 落後6分 第二字結束的時候 恭喜OKC 成功進級第二輪 恭喜OKC 恭喜OKC Wesbook20 下燈12 尾路11 KD41分 41分 41分 22中 15 恭喜他 恭喜他 看最後總冠軍會是誰 最後的話 嘩 最後是不是熱火打牛仔 好像是 沒錯 4-3 但這次結束 變成了 萬物熱火奪冠 最後FMVP 又被捉了立方 OK啦 其實今集的話 多多少少都會有點失望 為什麼呢 看到陣容的時候 以為我們這隊球真的好厲害 誰知道擺進去2K 擺進去2K11 原來這樣 真的有點失望 但沒辦法 OK啦 今天的視頻就到此為止 喜歡的朋友 希望多點讚 我們下期再見 拜拜